哈喽大家好,这也是杜华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的一甲确实是很大 无论是国际米兰5-1还是佛罗伦萨3-2 最后的一场是罗马7-0,凌封了恩波利 我昨天就说过罗马是会凌封对手的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但是7-0的年龄太夸张了 而且呢,卢卡库首秀82分钟打入一粒进球 昨天还有蒙扎对莱切 以及佛罗伦萨对亚特兰大上场的一脚方向 我们都是准确的 但是英超这边我们的成绩不是很好 切尔西怎么样都憋不出来球 然后阿森纳在爱佛顿的课场进来一个球 也是非常的艰难的感觉啊 非常的不容易 今天也有一场英超的比赛 我们来看看英超的比赛 今天这一场英超比赛是诺丁汉森林对博恩利 那么诺丁汉森林现在呢是在英超当中排名第12名 我觉得对于诺丁汉森林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博恩利是英贯的老大上升到英超的身帮嘛 最近表现啊也是并不是很好 踢的三场比赛啊 是英超现在踢的最少比赛的一支球队 积分垫底 跟罗顿呢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场课场去打诺丁汉森林 而且诺丁汉森林有上升的态势 总而言之 诺丁汉森林这个赛季的目标 其实还是保级 还是保级 如果可以到了中游这个阶段的话呢 就更加好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级 对吧 博恩利也是一样的 那么诺丁汉森林在主场面对目前三场比赛 就是失球最多的博恩利 可能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 所以诺丁汉森林应该值得高看一些 好 这一场我们是1-1 2-0跟2-1的分析 接下来还有两场一甲 我们也顺便在这个影片呢 结合起来 在这个影片一共跟大家分享三场比赛 第一场一甲是萨勒尼塔纳 那主场挑战 杜林 杜林呢 我觉得应该状态要更好 这场看好客场的杜林 0-1 1-1跟1-2 第二场一甲是维罗纳主场对上波罗尼亚 那么这一场呢是看好双方呢 2-3球 然后双方都会进球 然后是1-1 1-2跟2-1 好 这就是今天这个影片分享的两场一甲 以及一场英超 然后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